1980年,中纪委收到了一封来自群众的举报信 打开信封的那一瞬间,在场的工作人员全都傻了眼 原来,在这封举报信中,群众举报的对象不是别人 正是已经退了位的主席,华国锋 举报信的事情很快便传遍了中央内部,也传到了黄克诚的耳中 黄克诚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去了中纪委 拿起那封信细细地端向了起来,随后大声地说,查 一查到底,既然群众有怀疑,并且有理有据 即使是华主席,也要查,出现任何后果都有我来负责 那么,已经退了位的话,华国锋为何会受到群众的举报 事情调查的结果又是什么 对黄克诚感兴趣的老铁们可以在弹幕上打上感兴趣 精彩故事即将为您揭晓 举报信中,赫然列举了华国锋的三条罪状 第一,在江苏视察期间,为了保证出行的队伍 不受